不对吧 啥不对啊 这料子是你的 对啊我的呀 缅甸刚到的 对啊 他刷了之后给我看过你知道吧 我就在他家看着他刷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刀 今天呢我们就不出去收料子了 因为有个同行 跟我说叫我帮他看几块料子 然后他应该一会儿就到了 那么一起在这里等一下 喂 老公 小鸡来了 忙啥 坐坐坐 你忙啥呢 我随便看一下 你快看看 还有你拿不准的料子 叫我看一下 不是啊 嗯 你帮我看一下吧 我的 矿军的时候刚到的后 矿军刚到的后 对矿军刚到的后 你现在在缅甸那边 是什么个情况呢 乱不乱了 这个不好说 太乱了 太乱了 对 我都说都不想说了 这个是 诶 这是大马亨水石 对啊 石头狼的 石头狼 对 这个是非相种 这是刚到的 不对了 这料子是你的 对啊 我的呀 缅甸刚到的 对呀 这料子我见过 见过 嗯 我跟你说 达马亨水石 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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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给你讲 这个料子是 达马坎水石 对呀 我确实见过 那没有毛费 对 但他不是 达马坎水石很多啊 我知道达马坎水石很多 但这料子 你实话实说 这料子是为你从老马那拿的 没没没没 啊 你要为见证我 刚刚那个 矿区那边刚到的货 矿区刚到的 刚刚到的 我跟你讲 现在还没久 这料子是达马坎水石 纸料 为什么说我这个料子印象这么深啊 他中间这里有一条链 然后这边的跟这边PK颜色不一样 因为这里啊 是老马他刷过 你知道吗 他刷了之后给我看过 你知道吧 我就在他家看着他刷的 你看到他同行吗 那肯定同行啊 不同行啊 我能认识这料子 你还拿这料子拿过来给我看 那这边都是 看到没有 这边都他刷的 这个料子品质可以 我知道 他是一个达马坎的水石 纸料 这料子有点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肉有点点粗 所以他这边刷了之后 这一面没有刷 知道吗 我都很了解这个料子 你真的很聪明 你真的都同行 你这还忽悠我 你拿这料子过来 你帮我看一下 你出不出 这料子我不要 这料子都太熟 太熟了 这个刷过去太熟了 那还有一个 不是还有一个 还有两块 还有两块 那两块是不是缅甸新过来的 你挖水多根 这个货 现在发现的缅甸到的货 缅甸到的 这不是不是不是在瑞丽拉 骗人不是人 骗我不是人 对 你说的 缅甸新过来的 对 骗我不是人 对 骗我不是人 骗我不是人 你放心 咱们就有这诚意 很简单的 这个也是达马坎的吗 对 这个的品质 昌断了 这个料子 在瑞丽没见过 啊 确实啊 我先看一下 我刚刚倒过 那这料子你自己倒的后 你自己也可以玩啊 你拿过来 叫我看 我也想玩看 但是现在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料子啊 这个料子呢 也是一个达马坎水石 那皮壳非常的光滑啊 而且打测光灯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苍蝇刺啊 非常的细小 这边这个料子肉质啊 肯定是非常的细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看还有 水中也非常好 我们压登啊 现在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表现 那压登表现很好 因为这个是达马坎水石嘛 然后看这个位置啊 它是有飘花的 然后这里也有 飘绿花 这里也有 这个料子是玩飘花料的 达马坎的水石 我们都知道 达马坎水石起货效果 它是偏有油性的啊 而且达马坎呢 现在也是已经绝矿了 它是属于一个绝矿场口 这里有飘花 它这个飘花 飘的是绿花有点多 而且压登表现 全身都是一致的 活力活性的飘花 活力活性的 对 品质可以 手着味的话 稳稳的 有 嗯 三刀四片的一个样子 对 这料子品质还可以啊 其实还可以吧 这料子 确实啊 从每天新过来的话 这个料子确实还可以 你对啊 这料子开窗 我敢说 开窗啊 我们只能说开窗 因为切的 对 切的话谁都不敢说嘛 对吧 它就会 这料子开窗 必找的料 当然前提也是说 看你多少钱买的 知道吧 如果说价的OK的情况下 这料子肯定是必找的 还有一块呢 还有一块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个你帮我好好看一下 这个或者也是挺多货吧 也是这个 对 但是我也没有 这个这个也是一个打马卡嘛 对这个 但是这个不是水石啊 这是半山半水石 其实三石跟水石怎么区分呢 我之前给大家有教过 其实像水石 你用手去触碰它 它跟鹅卵石一样的 非常的光伐 知道吗 但是这种 它皮壳有一点点光伐 又带着一点点沙粒 知道吗 来看一下 它没有这么光伐 所以呢 它叫半山半水 如果说它没有光伐程度 然后手摸上去 沙粒非常多 那种叫三石啊 那么压登看一下 这个料子实行啊 它这种薄状的 看到没有 这边比较薄 这边比较厚 但是实行呢 是完整的 没有端口 也没有凹口什么的 压登看一下 那它的一个半山半水石的压登 水头啊 就不可能有水石那么好 为什么 因为它的皮壳 厚的程度 薄厚的程度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料子压登也是 表现一致的呀 相当的不贵 但是这个料子有个缺点啊 如果说像这样的料子 我们去玩它 去玩手镯啊 我们只能掏这个位置 那 因为这边太薄了嘛 不可能有手镯位嘛 然后你再去扒一下皮 它就基本上只有这个位置了 那像这样的料子呢 它就只能去玩小圈口了 知道吧 但是这料子 如果说你去玩牌子挂件 小摆件之类的啊 这个料子可能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打灯看这里 它下面也是带底色的一块料子 有可能切出房价勤啊 但像这样的料子 我们一般都不煮上去切 为什么 因为太薄了 可以啊 这两块料子都还可以 看得上吧 这两块料子都还行啊 都还行吧 可以了 品质货 不能说很高的品质嘛 反正有品质 有品质 有品质 那要不建议吧 建两贵你喜欢 想选哪一个好不好 你也说一句 什么意思啊 不是我我都一直在建两贵 你喜欢哪一个 你也收一个 我也收一个 最近我也 我也收一个 那你这不是叫我来给你看料 你是来给我卖料子的 哈哈 那没状态了 现在我也很难搞啊 很难搞 现在我也很想 你这料子刚收的 你完全可以自己开窗 东话收啊 没事你接 没事 不掉啊 就说这两个料子你都自己刚收到的 你完全可以自己去开窗了 再去卖 你干嘛 不是 根本不办 现在 我也想过 但是确实是麻利啊 确实是麻利啊 确实是麻利啊 那我也没状态啊 没有想到什么就搞不了 可以 就学到一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你是想出一块给我 对 想出一块 你喜欢哪一个 你喜欢哪一个就出哪一块吧 你帮我留一个好不好 因为是这样的 我可以给你留一个 我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想飞点雪嘛 对吧 想飞点雪 啊 如果说这两块让我去写啊 可能就是说有点自私 那我肯定是选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呢 它有飘花 然后走起来可能要比这一块更好一点 再结合它的手镯位 因为你这个料子呢 又玩手镯的风险太大了 虽然它宽度有这么多 但是这一片太薄了嘛 对吧 那我玩料子你也知道 这样我们都是同行 我要实话实说的给你 那我肯定是好出手的选 对不对 选好出手的 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也给你抠掉好不好 这个料子呢 这个料子刚刚看过了 那很多部位呢 都有飘绿发 包括这个皮壳上 我们来看一下 它都这个飘的绿发啊 都已经可以在皮壳上显现出来了 那这边这个料子呢 飘发可能是没有问题 然后经过刚刚压灯呢 总水也没有问题 看到没有 那总水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总水飘发没有问题 那这个料子有没有风险 风险可能都有的 每一块料子都有风险啊 像这样的料子 我们主要是去玩什么呢 主要就是去玩它的一个裂裂啊 因为我们从皮壳上压灯 那是可以看到裂的 但是它这个裂完全没有阻光 它是达马侃水石嘛 那水床不断的冲刷 碰撞形成的皮纹裂 很正常的 好吧 这个料子多少钱吧 你直接说多少钱吧 好吧 你今天想出 对我也想出啊 我也想 今天吧 不说了 就给你5万8了 好好说 就给自己好好说吧 你想出 我跟你讲小姐 你就直接说你在缅甸多少钱拿的 好吧 我们就不搞那些话 也不说了 3万拿 3万 对 3万块钱我看得了 嗯 那你要说5万8我可能就跟你聊不着了 对呀 你50%都不行吗 你50%那你是抢钱了50% 你卖给游客可能50% 80%都行 现在我跟你这个统合讲了 统合在跟你这个 那先把新闻咱们一起 对对咱们一起老朋友了 好吧 就3万3 3万3 3万3 好的 那这个料子我们就拿下了 我现在就知道他为什么拿同行的料子过来了 因为那个呢 是你把那个料子来 刚老马拿料子 哎 你家也都想 啊 我再想看一下 那 因为这个料子他也是达马坎的 来 我给你们打灯看一下 达灯贝儿漂亮 看到没有 然后呢 他先给我看这一个啊 让你知道一下达马坎都是高货 知道吗 然后再拿两个 就是说没有这么好看的达灯啊 那让你好出个高价 知道吗 其实我跟你讲 小鸡啊 我们之前没必要玩这些 如果说下次你想卖料子 你直接跟我讲就行了 好吧 那这个料子我就拿给你 然后你稍等一下我拿下给你 我在这里讲一下 好的 那这个料子呢 我就拿下来了啊 达马坎水石绝矿敞口 玩飘花的 3万3千块钱拿下的 那你们觉得值不值 好吧 那我们今天先记录到这里 有喜欢刀哥的 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案知识的 点赞关注加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好